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她的真实身份时,她总是缺席在孩子的成长和家庭生活中,让父亲觉得她不可靠。表面上夸张的父亲,假装怕妻爱女,其实是权势极大的特务。张娜娜这次饰演一位全职妈妈。当她的特务丈夫在出差前一天找各种借口,学习一个重要的家庭时,她总是体贴入微,毫无怨言地安顿好房子。婚姻是完美的。她就这样度过了整整一年,突然有一天,一如既往的平静祥和。 她抛下刚刚完成使命匆匆赶来旅行的丈夫,独自去度十周年蜜月,但其中深藏了一个更加惊人秘密。表面上看是叠战题材,实际上,它是一部打着特工旗号的家庭喜剧作品。 以往的特工题材都是紧张刺激的,而这部《特工家族反其道而行之》走家庭路线,让观众们在欢笑当中追剧。 这次是张赫与张纳拉四搭在演夫妻,从2002年的明朗少女成功寄到2014年的《命中注定我爱你》和久违的问候,两人时隔九年再度合作,当然默契十足。 在剧中,两人还饰演了结婚十年的夫妻。 不得不说张纳拉好久没出现在荧幕上了,状态还是不错的。 尽管两位演员都已各自结婚有了家庭,但这不影响网友们科CP啊。 虽然现在的张赫已是大众公认的实力派演员,但其实刚出道时她也只是个跑龙套的小演员。 而在张赫与张纳拉合作爱情剧《明朗少女成功记》的大火后,她又陷入了逃避兵役的争议。 不过好在服役结束后,张赫再次出演热播剧《大火》,获奖无数,从此演艺事业一路顺遂。 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她的演艺经历。 张赫出生于1976年,毕业于韩国唐国大学,1997年参演《天桥风云》正式出道,在剧中饰演一个小配角模特。 张赫是因为看起来像郑与盛而开始出名的。 随后,张赫出现在《学校》一中,由此加入了青年明星的行列。 出道后,她相继出演了《沐浴阳光》、《大望》等电视剧。 丰富的演出经验,为张赫奠定了坚实的演艺生涯。 和当时许多主流明星一样,张赫也在《歌手》这条路上发展过。 2000年,张赫还与TJ Project录制了一张专辑。 那时她开玩笑说,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唱歌, 以后不会考虑再以歌手身份出现在舞台上了。 之后跑了几年龙套的她, 在2002年3月与张纳拉主演爱情剧《明朗少女》成功记, 饰演目中无人的公司部长韩起泰一角, 获得SBS演技大赏最优秀演技奖和十大明星奖。 2004年,她与全智贤、车泰贤搭档主演爱情片《野蛮师姐》后, 人气爆发,却因涉嫌逃避兵役而饱受韩国媒体和韩国民众责难。 当时她主动到汉城警察局接受了将近四个小时的调查讯问。 同年11月张赫入伍服役,2006年11月正式退伍。 退伍后,张赫刚复出时的作品反响并不好, 直到2008年她搭档韩一色出演剧情剧《老千》, 饰演一名对赌博极具天赋的赌神, 获得了当年的SBS演技大赏十大明星奖和男子演技奖。 再加上同年张赫主演国际合作电影《龙之舞》, 获得了西好莱坞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 在国际上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2010年,张赫与李多海, 城东日主演古装剧《推奴》, 该剧最高收视率为36.1%, 张赫也凭借李大吉一角获得了 《KBS演技大赏最高大赏》等五个奖项, 演艺事业再次迎来巅峰。 在这之后她主演了《点金神手》、 《树大根深》、《命运一样爱着你》、《金钱之花》等剧, 都获得了优秀男演员奖。 虽然自2018年之后,张赫出演的作品没有再获奖, 但她实力派男演员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 事业上顺风顺水的张赫在2002年对金鲁珍一见钟情。 据悉,金鲁珍是一位芭蕾舞演员, 同时也是普拉提和爵士舞教练, 无论是外貌还是气质都不淑女明星。 张赫和金鲁珍的相遇如同许多韩剧演绎的那般梦幻。 有一次,张赫和好友金鲁珍一同去健身房运动, 偶然间遇到了金鲁珍,从此情根深重。 为了赢得美人芳心,张赫果断报名了金鲁珍开设的普拉提课程, 穿着紧身裤走进了只有40名女生的教室, 并且坚持了三个月。 在这三个月里,张赫和金鲁珍的关系并没有太大进展, 双方的交流也仅限于正常问候。 后来,张赫在拍摄电影《英语完全征服》时, 需要拍摄一段踢踏舞的戏。 趁着这一机会,张赫找到了金鲁珍, 询问他有没有认识的踢踏舞老师。 之后,两人继续保持联系, 后来,张赫真的学会了踢踏舞。 随着联系的不断地加深, 张赫总算是打开了金鲁珍的心扉, 两人的关系也从师生变成了恋人。 但是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在2004年两人的爱情遇到了危机。 张赫卷入韩国演艺圈大规模的入伍丑闻, 所以入伍前不得不再次体检。 据新闻报道,张赫等人在2000年, 分别以3000万韩元的价格获取虚假病例, 以此来逃避兵役。 事件爆发后,张赫遭到了韩媒和民众的责难, 名声一落千丈, 不得不退出已经拍了一半的电影《王》的男人, 并前往部队服兵役。 虽然最后这场丑闻风波危机成功解除了, 但是也给张赫的星途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张赫开始怀疑自己, 认为自己无法向他做出任何承诺。 然而,金汝珍并没有就此与张赫分开。 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 金汝珍会在凌晨三点起床, 为张赫准备可口的食物。 当被问及为什么不分手时, 金汝珍真诚地回答说, 当爱人遇到困难时, 我不会把对方抛下。 不仅如此, 金汝珍还告诉张赫不要放弃, 并表示他会在外面等他。 听到这个回答张赫感动不已, 两人决定结婚。 然而, 张赫的父母却对两人的婚姻持反对态度, 一度无法接受两人结婚。 张赫入伍的那年, 金汝珍已经32岁了。 这对夫妇害怕错过好的生育年龄, 所以计划婚前怀孕。 2007年6月订婚, 同年12月, 两人承认金汝珍怀孕8个月。 生下长子后, 张赫的父母终于被两人所打动, 同意了这桩婚事。 就这样, 张赫和金汝珍带着儿子一起走进婚姻殿堂。 婚礼由最好的朋友演员车态炫主持。 仪式上, 调皮的思宜还让张赫表演集全道, 引来一片笑声。 仪式结束后, 张赫和妻子前往泰国普吉岛度蜜月。 张赫把他的妻子和家人保护得都很好。 对于不愿透露家人的原因, 他解释说, 似乎每个人都不一样。 就我个人而言, 我的工作要面临大众的评判, 但是我的孩子们不知道他们将来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因为是我的孩子就总是被曝光在镜头下, 我觉得这样是不行的。 张赫的家人从未在媒体面前露过面。 除了演艺事业, 张赫也在努力成为合格的家庭丈夫和父亲。 他在广播中说, 我在家里唯一能帮的就是分东西, 其他的事情我都不擅长, 但如果我这点小事都不做, 我不知道我还能为我的家人做些什么。 更为难得的是, 今年46岁的张赫仿佛吃了仿佛剂, 丝毫不见老胎。 转眼间, 张赫和金如真已经结婚14年了, 两人也有了三个可爱的孩子。 比小女儿大40岁的张赫更是展现了傻傻的一面, 女儿30岁结婚, 我也70岁了, 为了不做对身体不好的事, 我决定戒烟了。 但只要一提起金如真, 张赫依然满眼笑容, 甚至曾在节目里直言可以不见孩子, 但见不到妻子就会想哭。 正因为有了那些年一起吃过的苦, 才有了这段刻骨铭心的爱, 祝福张赫和金如真夫妇能够白头偕老。 亲爱的演员张赫, 我们都很期待你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好作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小师姐的视频, 可以点击订阅关注。 喜欢谁就告诉小师姐, 凹小师姐会每天给大家更新最新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